行动党柔佛州主席刘振东表示 行动党派前巴罗州议员谢奥马上阵亚裔弹国席 是盼望凭借马来选民在反乌统反扎西的情绪下出现新的突破 2018年大选刘振东以303票败给马华候选人魏嘉祥 既然只是以微差票数败振 刘振东为何不继续攻打亚裔弹呢 对此刘振东受寻使回忆 在马来选民躁动反乌统反扎西的情绪下 此时此刻放谢奥马到亚裔弹 我们认为会有新的可能和突破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昨天在麻坡宣布柔北的三名候选人 谢奥马将负责攻打亚裔弹 对垒首土的马华总会长魏嘉祥 第二个选区我要公布的是爱一弹 爱一弹大家都知道是魏嘉祥的选区 我们也要派一弹 如果有朋友在爱当选举的话 请大家支持谢尔玛好不好 去保谢尔玛 打倒魏加强